HELLO 大家好 我是汗姆文化的Lawm的天地姐 今天是5月22日 好 那等一下啦 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要改版要更新 我現在已經快換日了 所以我就趕快來錄一下 好 這邊有一些更新的內容 我們直接看網頁吧 因為這邊只有一些文字嘛 我們看那個網頁會有圖片 那這個 連動合作都結束了 我們先進來吧 好 那 來看一下網頁 好 困圓亂石資料片 停機維護公告 那待會啦 待會12點10分 更新到凌晨6點 好 補償央視10字印乘以5 這隻稠唱的唱是不是 唱望富人 那就綠跟那個冰蟬玉劍 我大概就抽一隻吧 看有沒有抽完 沒抽完就是二選一嘛 那抽完我也沒辦法 就抽星角來玩 好 一個是優系的優屬項的御風 一個是 呃 冰屬項的俠客 我冰系現在輸出只有冰裡還有那個 那隻會叫狼啊 那一隻 那一隻 打Boss比較不好用 因為太脆皮了 御風嘛 不是御風啊 那個魚式 魚式打Boss都比較脆皮 會比較不好用 好 這邊有那個復刻 天選星藥召喚地界優雞 這隻只有一隻是不是啊 只有一隻而已耶 那他有機率提升 這邊他說他的機率是2% 機率提升 我不知道會不會抽歪啦 我不知道會不會抽完 這個也要再去看那個 問號吧 好 這邊有那個活動復刻 天地戰記 天地戰記 這個活動我也沒玩過 一樣就 挑戰關卡啦 劇情關卡 然後夢境小步換東西這樣 好 然後 數念之門 更新玩法 數念之門有加入法寶系統 法寶系統我還沒開 法寶系統好像是66位接吧 所以我還沒有 你看這邊 要66吧 所以我還沒有 就慢慢來啦 然後這邊是泰旋 災星是不是 有一些 視頻啊 有一些視頻 所以我還沒看過 消耗這個泰旋史 然後參與這個泰旋災星活動 大概會是抽獎活動吧 我不知道 就下一期再看看吧 明天再看看 進風少俠 那 異間路吧 也是異間路的故事吧 那 這個是絕學化神系統 八愛的 這個應該是零曲吧 大雄 高漆 還有部分的那個神兵化增開啟 就綠跟冰產玉間就順便開了 光風災月 好 這個是實裝嘛 直接開實裝給你 顏值擔當啊 好 大概這樣吧 然後下面就是一些課金的東西 那 我的資源夠抽啦 75抽 這邊還有這個十字金 然後我上次抽到之後應該又有一堆 我上次是保底抽到 不是保底 單抽抽到 抽到那個誰啊 呃 九陰啊 單抽抽到九陰 就是每日單抽嘛 5月5號嘛 也就是說我身上大概有17抽保底啊 就每日單抽已經過了兩個禮拜了 兩個禮拜多我都沒有再抽到 我都沒有再抽到 這個是我這幾天打的吧 今天是22號啊 22號一打的 還神節第一張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無聊自己打的啊 然後是神魔自尊傳啊 主要是還神節有資源啊 就無聊打一打 好 那我昨天好像有提到那個 那個 契冤天嵌嘛 還有那個什麼的 網友說 有網友說可以打 救浴啊 救浴契冤嘛 這次這個活動是到 一個月啊 到6月12號 就是我看到這個68級 我想我可能打不動吧 那我今天就嘗試打了一下 就過了 過了 過了之後就可以掃蕩 之後就可以掃蕩嘛 我現在如果在掃蕩的話 應該是拿到這個而已啊 拿這個利電單嘛 好像不怎麼多啊 不怎麼多啊 然後就消耗我的體力 因為我過了嘛 然後這也可以組隊挑戰嘛 但是應該沒有人啊 現在沒有人在組隊啊 這個我以前也有過過啊 也是蠻花時間的 就是 首先剛入坑的玩家 你是不可能有這麼多英靈嘛 因為你要準備9隻啊 準備9隻 然後這邊是綠屬性嘛 所以你要準備克制的屬性 然後這邊有優系 跟你要準備克制的屬性 然後我兵系少一隻嘛 我就說我只有這個 我就這個銀馬而已啊 然後就再配一隻這個鐵位 我都沒有奶媽 因為我奶媽只有一隻而已 就是蝴蝶 就過了啦 就過了 他要先叫小兵 你就阻止他們進結界 然後之後這一隻 好這一隻 優良喔 剛破鬼 痴魅亡良 優魅是不是 痴魅 優痴還是什麼 優 優良嘛 我不知道 因為痴魅亡良那幾個字 我也不知道 那個順序是怎樣 他會叫個 兩三坡吧 小兵然後就BOSS就出 中間是一個那個什麼化蛇 我真的比較弱的就是銀馬 他會叫三坡怪 剛破鬼跟這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隻會跑來 就跟他們打 打完之後就跟這個決戰 這隻他會打到一半會叫兩個分身 那兩個分身把他打爆 大概這樣吧 就過了 難度的話還好吧 我覺得4000多戰力應該就能打了啦 我這些大部分都4000多 冰璃大堂是最強啊 6000多 然後是個消耗大概5000吧 其他都4000出頭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差不多時間 回坑或入坑的人 這可以打 來看一下我的戰力吧 角色嘛 我都是戰力嘛 你看這個5000嘛 其他的都4000多 都4000多 這少要4000多啦 不能那個他放一個全場奧義 蹦下去 因為有殘血很危險 我群木質就不小心被那個 剛破給給秒 因為站太靠近我沒發現 他就過來把我秒 我想說懶得回氣耶 死一隻應該沒差 我上了我剛剛就上這幾隻啊 我都上4000以上的 剩下都 喔這個比較弱 3800更弱 所以這個那個 羅猴神就奧義 我這個殘血就死掉 就被打爆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類似爬塔吧 那種玩法就是 以前也過過 浮塗層啊 浮塗層 反正打完就會有這個 這個地聽靈啊 然後就可以換持用 剛換了死水吧 死水我比較缺 就馬上換掉 反正9天後還會再上架 就留著9天後再用 其他都先不換 浮塗層 我就先爬10層吧 然後 試試走 欸還好沒有很難 然後又爬12層 欸還好沒有很 就爬15層 這個層數就是 隨著你這個層數會一直解鎖 他這個敵人的那個狀態就越來越強 自己去挑 就跳一下 這個也是隨著你的層數去 支援會 一開始沒有 10層解鎖這個吧 15層解鎖這個吧 這有護刺啊 你如果要分數高一定會選這個 這會有他們的物攻法攻啊 然後還有的技能會換這個鎖骨鞭法 然後這會叫 殷熙來助陣 叫仰環來助陣 這個玉池洋 玉池洋比較強 40%叫玉池洋助陣 然後腳是移動加1嘛 射程普攻加1 學學射程加1 然後反擊你的時候又比較麻煩 接下來範圍加1 然後這是AOE範圍降低 我都沒帶AOE吧 有有帶一點點 那這是受到暴擊傷害降低 我剛就打15層啦 我演示一下15層好了 就玩一下15層好了 15層已經有一點點難 因為他們的射程移動都 都變強了 而且還有一些減傷 就比較沒那麼好殺 你看收到放回傷害有一些降低了 可以再爬喔 越後面越難 還有免死 我記得還有免死的 又會復活一次 像這種 你看有免死 然後首次免疫傷害有夠討厭的 以前我都有解過啦 以前我大概都解到25層 我就覺得 不太想爬了 因為以前他不是顯示68級 今天就來玩這個吧 那我用的組合就是我現在比較強的那個光系組合 光系組合真的比較強 想知道你的命運嗎 不以天道正午音 就三隻光系就可以出這個了 然後這個又有結界 然後我最強的那個鐵位組合這兩隻 然後再配個兵力 這樣就可以了 這關就慢慢推過去啊 他的那個回合數 給的蠻多的 30回吧 對啊 之前我就是 沒有打這個人 因為他寫68嘛 可是其實這個是50 50位階就開了 50位階的人怎麼可能會打這個65啊 我要開結界啊 還沒啊 運不了25%機率 你看剛好有那個 BUFF到命運 命運好好玩 這隻射程還沒加 我們就跪一下吧 等他們過來 這樣就加射程了有沒有 這樣就加射程了 這個群目是可以射程加射程 就是他那個 要疊啦 別那個 其他隊友先 放BUFF就可以疊了 還是挺痛的啊 被周知打還是挺痛的 蹦 那個護衛不了 你看 就被短 被短腿 變成短腿 射程 哇哩 他射程也加1啊 1234 竟然打得到我 太扯了吧 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這個減CD 去吧 我印象中這個減CD吧 偷BUFF吧 偷BUFF吧 我覺得我們不要理那個弓箭手 他會那個 我印象中這個減CD 這邊可以先截 破他一下好了 打保守一點 好我們這邊推 推下去了 往前推了 差不多了 有一個 這弓箭手 靠近他就沒轍啦 見死威夷欸 我要怎麼先觸發啦 呃 不然我們直接贏好了啦 等點時間直接贏了 現在我就可以打他,但是我不要 先不要打,因為打的時候他會叫人 狂電 反轉,有沒有,反轉了 就是 把他的技能給反轉 負面給他反轉成 反轉成正面 這個我待會冰璃殺就好了 冰璃殺比較快 直接放個AOE好了 我射程也加1啊 他打不到太遠了 好,這位AOE就是 這可以 大招打黎優有沒有,一發 那個光刻暗 然後他就叫繞人繞人 這就是我說比較麻煩的地方 請奉神職 衝他一下 哇,20分了 我這不覺得20分啊 這裡還是要先殺那個啦 先殺黎優 呦,差一點喔 我曲目是不夠強啊 我之前打的時候是 打比較順的話是 敵優很快就死了嘛 不夠痛啦 好,時間的關係我們先跳過吧 打敗再來說我先跳過好了 因為22分鐘了 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又打了幾回合 待會要維修啦 就只剩這個洋環 洋環就被冰璃克啊 隨便打他就死了 正常來說你的冰璃應該去右上角 擋住他 才不會被燒地板 不然被燒地板還是蠻痛的 歐雷 打不到 超痛 這樣我逼你才可以衝他嘛 好,趕路趕路 一人一槍 所以這個4000到5000基本上就能過了 就能打前面的關卡 就可以把獎勵拿起來 OKOK這樣就15層 我今天就打到15層 這個之後每次都要重打嗎?我不知道耶 這個之後每次都要重打嗎?我不知道耶 反正我現在是15啦 下次要不要再重打我不知道 下次再說吧 一個月後的事 OK那我們就等該版吧 下一期就來抽角色 好的我參謀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我願意誠實遵照尊神之名 和他並肩而戰 我們下期待 還是會員 我們下期待 真的太陽 我們下期待